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那最近的有网友问我说 赵老师,咱这个写字的时候呀 有纯路数和选真数之分 那我们把这个笔画带到字里面的时候 你啥时候用垂路数 啥时候用选真数 有什么道理可询 或者说有什么规律可以去遵循的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怎么来区分这个 什么时候用垂路 什么时候用选真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看垂路数和选真数 其别位置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有一个 往右下按压顿笔的过程 但是垂路数你看 它底端是有一个收笔的 往右下按压 它有一个收笔的过程 是吧 选真数是出锋的 区别在这 那这个区别就决定了 它们这个用法也不一样 垂路数它这个尾端那个收笔的 这个过程啊 你看它这个回笔收笔的过程 其实它就是在那个 可以再调整你的笔封 没有有没有注意啊 你在这个收笔的 你看我们收笔的过程 你可以调整你的笔封 然后方便连接你下一笔 比如说你看 我们写这个位子 大家看一下 你看小短盒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盒 是吧 然后你看树 中间垂路数 好 然后呢 你看 我们这有一个收笔的过程 然后你就可以连接下一笔 准备好下一个笔画的书写 你看看 所以我们这个数啊 只要不是用在最后一笔的 我们一般都用垂路数 为什么 就因为它有一个收笔回笔的过程 你就在调整笔封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 很方便你连接下一笔 你看我们这个 树心旁也是的 你看两点 然后树画到这 然后调整你的笔封往回一收 然后我们就可以往这走 行者 是吧 它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这样的事态 我们可以方便去写下一笔 但是如果你写成选真数 那就不好写了 你知道吧 因为选真数 你要慢慢送到位 要出风的 要出尖的 你想你那一出尖了 你和下一笔 就相当于完全的断掉了 知道吧 你看我们写外字也是的 你看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能看得出来啊 你看这两点 然后中间一个垂路树 你看 你看我们就可以往接着下一笔 你看 是吧 它其实比较容易接下一笔 然后撇画 对下一笔有一个准备的工作 你看我们就可以 方便你连接下一笔 去写下一笔 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外字 大家看一下 你看撇 横撇 点 然后你看垂路树 然后你看 我那这样收一下 回一下 你可以这样回一下笔 然后 看到没有 只要不是在最后一笔 我们一般都用垂路树 因为它收笔 回笔 可以连接下一笔 比较容易去连接下一笔 但是你这个写选真数的时候啊 它和下一笔 基本上是完全断开的 你看 所以我们选真数一般 用在什么位置呢 最后一笔 一个汉字里面的最后一笔 也就是说 我写到这笔 这个字就算是结束了 这个字就完整的结束了 到这就没了 你不需要再去连接下一笔 明白吧 那你要再往下走 就是下一个字了 懂吗 你不需要再回笔 去接上这个字的 哪一个笔画了 是这样子的 你看比如说这个雀字 我这个讲的比较通俗啊 希望大家能听懂 你看 盒 你看 是吧 然后你看 撇折点 然后右部 你看横着钩往里收 然后 你看这个钩 然后我们连接下一笔 然后选真数 你看慢慢松到位 出风就没了 看见没有 到这就断掉了 这个字 你可以往下接下一个字 但是你看 你不需要回去 接这个 这个 往后再接下一个笔画了 对吧 所以我们这个选真数 一般是出现在 这个汉字的最后一笔的 中间出现数的 你像 左边或者是 只要不是最后一笔 我们这个数 一般都用到垂路数 因为你容易连接下一个笔画 然后你看这个身子也是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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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中间这个下一笔 最后一笔 你看选真数 慢慢慢慢的出现 到这没了 就断掉了 是不是 好 这个穿字也是的 所以选真数都用在汉字的最后一笔 因为到那就结束了 知道吧 到这你看 它出风 出风到这就结束了 你完全没法去接下一个笔 因为它下一个笔画 因为它到这 其实就已经断掉了 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去把这个选真数 放到这些字里面 其实也是很难写的 你知道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树心旁 如果我们用到一个选真数 大家看一下 你到这 你没法去接下一个笔画 你不能说这样 我回笔 我去接下一个笔画 对不对 那因为你它到出风 是送到底的 知道吧 那你和下一个笔画 它就没法笔断一连 明白吧 没有一个相接的态势 它看这个字 它就感觉 没法一气呵成 就断掉了 中间就断了这个气 少了这个连贯性 所以我们把这个选真数 是用在最后一笔 中间出现数的时候 我们用到垂露数 只要不是最后一笔 一般都用垂露数 我这样讲 大家应该非常明白了吧 应该明了了 是吧 咱这期视频 关于垂露数和选真数的用法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你明白了吗